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那边的花 你看那边的花 哇 这个 这个 完了完了 咱们椅子掉下来了 妈呀 树都晃了 是啊 天哪 天哪 太可怕了 哇塞 带您触摸真实的加拿大 大家好 我是雅美 开头的这个 就叫暴风雨 开头的这个暴风雨呢 不是今天的 是前两天的 我今天翻出来看 还是很震撼的 所以呢 也今天想 给大家看一下 在萨省草原如果刮暴风雨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那天可以说 也是几十年从来没有过的 当时的那个风速啊 也是 可以说是急剧破坏性的 可以看到我们家的椅子也被吹到那个草地上 然后那个树整个都在摇晃 然后几乎你就看那个风的那种 风速的感觉是很快很快的 所以在草原就是暴风雨暴风雪 还是威力很大的 今天呢 这期视频啊 我不聊移民 我也不聊我们家的房子 也不聊我的在加拿大的生活 我特别想和所有刚刚开始做自媒体 制作还有做视频的伙伴们 聊聊我这八个月的这个心理路程 而且呢 我也想把我的一些宝贵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为什么说宝贵啊 我真的是总结出来的 而且呢 我也确实将我的这个经验呢 跟一些伙伴分享的时候 他们都觉得 哎呀 你说的太到点了 你这个这些信息啊 对我太有帮助了 我当时其实觉得就是自己的一个心得 没想到真的是能够帮助不少的人 能够在这个视频制作的这个环节上 少走弯路 哎 我觉得挺开心的 所以今天呢 其实这期节目我早早就想做了 但是一直没有时间 所以今天呢 也是对我从开始到现在一个总结 然后同时呢 也真的是想告诉大家 视频制作其实不难 这个确实是要通过你不断的去练习 不断的去总结 然后呢 当你有了经验了 其实你的这种 呃 时间制作的那个 就会缩短 然后另外还有你的素材啊 包括你自己的这些 呃 构思 还有剪辑 你就是会非常的成熟了 说实话 就是实无能生巧 我们中国呢 有句老话 叫做什么 呃 难者不会 会者不难 最开始我 开始这个视频制作的时候 甚至说 刚开始在想要做自媒体的时候 我真的是无从下手 我不知道该怎么从哪开始 或者我做什么 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 呃 万事开通难 的确在这一块是 你开头是需要有一个精准的定位的 还有一个就是持续的不断的去耕耘 对吧 不要断耕 最开始的时候 我想我做什么呢 呃 想来想去 我觉得可能 呃 谈谈我的加拿大生活 因为这是我都会有很多的内容 可以去和大家分享 所以我说那好吧 那我就是从 嗯 说我的这个加拿大的生活 点点滴滴 找到这个定位之后呢 我就开始说 那我 怎么开始啊 怎么录着节目啊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第一条的视频呢 那天是12月1号 然后我去邮局去发快递 我当时在想 啊 开始吧 嗯 什么时候总得要迈出这一步 所以呢我就在那个邮局里边 录了旁边的那个就是饮料的货架 因为当时我看到那货架的饮料 摆的是五颜六色很漂亮 然后各式各样的饮料 我都没见过 所以呢 当时呢我就说那我就拍一个短视频 然后当时我还拍的是竖版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你在今日头条做的时候呢 必须是横版的 横版的在未来才会给你有收益 竖版的是没有收益的 所以当时我还上了第一条的竖版的视频 而且当时就是觉得自己 哎呀不要处境不要处境啊 就是很很担心很抵触 所以那是我第一条的视频 呃做了第一条视频之后呢 我就开始构思了 我第二条视频做什么 第二条视频呢 我一点想法都没有 后来想 哎呀看看别人的 然后就看了看其他的一些 在加拿大的 或者在美国的一些粉丝 就是一些伙伴做的视频 那我想那我做什么呢 应该是知识点 对吧 我得对别人有帮助 那我想那做洗碗机吧 哈哈 所以当时就是 完全就是做的是 就是录录我家的洗碗机怎么好 因为我说我的那一圈圆机呃可以不用就是在费劲的去 手手洗了 然后用这个洗碗机就全解决了 然后当时大家可以看到就我那条视频呢 啊还是就是我是全完全是不出镜的 然后都是我在去录 然后最后呢我是自己在配音 所以大家想想那个其实就是因为完全没有经验 那我录完这条视频之后呢 我就开始慢慢总结了 我我的小姑子也鼓励说 嫂子你应该出镜了 你看出镜人家的节目确实是 就是更有看点更愿意看 然后更真实 哦可以讲我是鼓足了影序 我做了一次出镜 这个其实就是每个就是刚开始的人都会经历的 那我也是这样 所以在大家的帮助下鼓励下 我也开始 嗯就是出镜了 出镜之后呢 我都觉得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因为发现 其实出镜也没什么的 最开始可能我觉得我 不知道该怎么说 或者说话有点逻辑性不对 或者说 嗯就是有点啰嗦等等吧 但是这是一个过程 所以我建议所有刚开始的伙伴 不用担心自己的视频 哎呀做的不好 或者是觉得自己讲的不对 没关系 可能在开始的时候 你需要一些就是你的稿子 对吧 你的一条一条要写什么 要说什么 可以先提前在脑子里构思一下 然后写下稿子 啊 再录一条的时候 你会反复去斟酌 看你说的是不是对 然后是不是到位 然后每一条和每一条 这些逻辑关系是不是不对 这点呢 我是想提醒大家 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 我是基本上 把所有条都录完了 而且有的时候 录的还时间比较长 十几分钟 后来发现 当你到编辑的时候 你就遇到问题了 因为你很难去做编辑 或很难去做修正 再加上当时我对 剪影的这个软件 又使用的不是特别的熟练 所以当时是费了很长时间 我可能要折腾一天 啊 这就是为什么刚开始会觉得 哎呀这个做视频太浪费时间了 因为我还要照顾孩子 还要照顾家对吧 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 那我还有一些 我自己公司的事情去处理 后来呢 在通过不断的每一条每一条的这种积累 经验的积累下 我现在可以总结告诉大家 做视频有几点 大家一定要注意 第一一定是一条一条的路 所谓的一条就是这一条 你不要超过两三分钟 就是两三分钟的你的话 其实已经很多了 你就要停下来 停下来 直接把你录这条放在剪影上面 然后去过 从开始到结束 里面的画是不是都对 然后包括你这个整体的画面 是不是很唯美 就是不要有一些杂物 然后呢 画面是不是正的 就水平线是不是对的 另外你的人 是不是在合适的位置 等等这些 这个是让你要一条一条过的 如果这条你发现 你说的表达的有点啰嗦了 或者是扭停顿了 会有结巴的地方 另外还有说画面不够干净的时候 你就要重新录这条 所以这也是我的经验 就是一条一条的过 过了再录下一条 这个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学会的 另外还一个就是说 一定要选择就是说这个光线不要特别强烈的时候 尽量就选择在下午三十点钟 这个光线比较如何的时候 无论你在室外还是室内 效果都会很好 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说 大家一定要是补光 我觉得你所呈现的画面 一定要给人一种舒服的感觉 就是说不是说你的人长得有多漂亮 对吧 但是你一定要让人觉得你 这个画面很舒服 这个其实这个视频就已经是品质 没问题了 另外还一个就是说 我在用这个编辑软件的时候 我肯定会对我自己个人有一定的美颜 因为我还是觉得要尊重看视频的人 虽然可能有一些失真 比如说可能画面上大家看到的我 觉得有点瘦对吧 然后呢整个的那个皮肤是 是已经很很那个就是整洁的 我想告诉大家 这确实是我经过美颜的 因为我我知道做主持人也好 或者演员也好 他们一定要去修饰去化妆的 这是对观众的一个尊重 所以呢我既然不是特别会化妆 那我只能借用这个编辑软件的功能 然后进行自己的这些修饰 这个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并不是达到特别失真 更重要的还是说 你的这个画面给人的感觉 同时你自己的这种知识点 是不是给别人有价值 这个其实是最重要 另外还有一个建议就是 对于新手来说 大家不用投资太多的 钱在工具上 我目前为止就是一部手机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一个带补光的这个支架 就足够了 我过生日的时候我先生送了我一个就是 手持的那种移动的那个 这个其实大家确实也不用买 我觉得这个支架的这个补光的这个 就已经很好用了 另外还一个就是说建议大家就是 如果是你用电脑的话 因为目前剪影还没有电脑版的这个编辑 所以我一般还是在手机上 这就导致我现在其实 已经给我开了这种叫做 那个打赏的功能 可是因为我不是在电脑上去上传 我的这个金人同胶的视频 所以我就没法开这个打赏功能 但是这也无所外吧 因为我觉得我只要有价值输出 能够对大家有帮助 这就足够了 因为很多粉丝私信给我说 杨梅你为什么没有开打赏功能 我想给你钱 我想支持你 给你那时候都不知道往哪里 我说谢谢您的那个心意了 您只要是一直关注我的视频 我就已经很开心很开心了 另外我还想跟大家说 做什么事情都是贵在坚持 可能你会觉得 哎我做了有半个月了 怎么一点收入都没有啊 或者是怎么没有长粉丝啊 为什么那个没有给我推送呢 我觉得大家只要你坚持 做好你自己的视频节目 包括这每一条的品质 平台自然会看到你的努力 我记得我的第一条就是 可以说爆款视频 是在一个半月之后 我记得那个时候 正好是一月中学的时候 我们的这边下了一场暴风雪 那我就当时 介绍了我家的这个供暖系统 那条视频说实话 做完之后 我真的没觉得会给我推送 然后呢 现在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的那个 就是这一条 置顶这条视频 也就是有170多万的这个展现 那播放 播放量也很高 我真的是挺意外的 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我觉得我在加拿大的这个一个 这个小的城市 我觉得很难很很难被别人看到 或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个平台的力量 也真的是在这一次我自己亲自经历了 我觉得是太太了不起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 真的是可以就是参与进来 做自媒体 做视频 或者是你做 背头条 对吧 或者很强的写作功能 真的是可以 就是18分5亿吧 我觉得在这样的平台 你都可以展现 另外呢 根据我的经验啊 我建议大家 因为你录一条视频 你如果没有跟某个平台签独家的话 你是可以把你的这一条视频 放在现在 几个比较热门的就是平台上 那像我呢 我会放在像 北美地区的这个YouTube上 那我在国内的话 我就是用的是还是金人头条 因为金人头条和西瓜视频 包括抖音 包括这个火山 他们都是合作的 所以我一条视频 基本上在这几个平台都能展现 有些人也会说 你为什么要去做小红书 或者是另外几个 我说我 还是比较喜欢现有的这几个平台吧 并不是说不认可别的平台啊 这个也别得罪别人 另外还一个就是 建议大家 毕竟每个平台 它的要求都不一样 如果说你们是 比较相对长一点的视频的话 做横版是最好的 那横版视频的话 在几个平台都是认可的 另外还一个就是 如果你也想要做到油管 就是YouTube上 我建议你的这个 就是背景不要配乐 因为我在最开始的时候 不懂这个规矩 所以呢 导致我的一些音乐 就背景音乐 配合上之后呢 就被油管 就是YouTube呢 做限制了 因为它有一个版权主张 因为在北美的话 这个视频节目里面的音乐 这个版权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我的经验 建议发现我没有再配乐了 除了一些短的视频 我基本上长视频 我都不用背景音乐 我觉得也是蛮干净的 因为最开始做的时候 有粉丝跟我提过建议说 哎杨美 那个背景音乐有点大了 把你的说话的声音呢 给盖住了 所以我觉得没有背景音乐 也很舒服 这也是我的经验之谈 最后呢 我要回答有些粉丝 给我留言说 哎杨美 你的这个就是 每天是不是要 花大量的时间 去准备这个视频啊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现在因为经验已经有了 我不用花太多的时间 有的时候可能是 吃个早餐的时候 就能过一遍 今天要做的节目内容 然后还有说的一些 这个桥段吧 所以这也是通过 不断的经验的积累 现在已经可以说 越来越成熟了 今天呢 聊了这么多 希望内容呢 能对新手 刚刚开始做视频的 新的伙伴呢 能够有帮助 我在这里呢 也是真的非常感谢 一直支持我 给我鼓励的粉丝朋友们 还是那句话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私信留言给我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